与其说在缅怀阿嬷 倒是这一家替阿嬷 跟大家做最后的告别 跟你们在一起就很满足啦 所以你们阿嬷说就好要撑啦 我说我也不喜欢离开你们啦 可是老天爷要就好回去 我们没办法啊 真的要 来自一生世家的网红凯文阳拍片 分享许多与家人的相处点滴 其中大家长火爆梦 更是获得许多网友喜爱 不过日前凯文阳表示 阿嬷已在1月13日的投票日离世 因此她特别剪辑一部火爆们的影片 希望喜爱阿嬷的网友可借此回顾阿嬷的可爱事迹 让阿嬷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大家好我是凯文娅 我是温路妈 那你拍吗 那我拍 真的要不要拍 但是你不要惹到啊 惹到啊我就会哄 阿嬷 比个超赞 超赞 一二三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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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阿嬷在你心中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很爱大家 但是又不会好好表达她爱的人 哎呀你怎么都这样啊 你干嘛没有穿好啊 你怎么男朋友交了没 生小孩了没 你干嘛了没 可是会有一些很多胆心 但我觉得她就是因为太爱大家才用这种方式去表现她的爱 其实阿嬷很聪明 但是其实很严格 她比较知道怎么样生存 因为她常常就是比较坚苦一点 她会用各种方式让自己的环境就更好地改善 就是努力向上的人 对啊 阿嬷是一个她可以为了自己的目标不择手段的人 我很喜欢她讲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不是好人 但是我们也不是坏人 我虽然不是这个人心中的好人 但是我也绝对不是坏人 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很现实 但是她又很贴心的人 对 办公室的仲慧小姐不说阿姨 你怎么都一直一个人换这个 你说对啊 因为我不喜欢别人的意见 如果想要就要要 我跟你讲 世界上没有差你一个人 你没有差我一个人 你不是已经世界上最好 你等一下在结尼里 你说你如果把我拼了 你才不会讲 到时候要收拾的时候 他自己要担 你忙都要结婚 那时候你怎么有自信追到阿公 因为的钱 有目的了吗 有 因为我穷怕的 我一定要抓到一个人的钱 OK 她真的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因为在33岁 她就愿意手拐 很不容易的一个女人 在那个过程 她是用暴气 在抒发她的压力 她几乎每天都在发轮 而且在那种年代的女性 她们真的不懂得怎么去 舒压自己 我觉得她一个人要 两一四个孩子 真的很辛苦 目前我看不到 比她更坚强的女性 我真的可以这样讲 阿嬷其实是一个 有独特的思想 而且那个思想 也许我觉得 不太合一般人的常理 其实就这样 蛮适合她的 因为很多事情 你劝她 她想要做的事情 绝对用她的方法 拐弯抹角做到 所以我想用倔强 对 真的好像没有看过类似的人 像她那么的精明能干 那么的努力 又那么的刻苦 真的没看过 因为我是大学之后 开始跟王小兰在一起 然后就是常跟她一起出去玩 就觉得她真的是很精明 而且带动所有的子孙辈啊 然后还有同辈 大家凝聚在一起 蛮厉害的 这样子 我觉得她其实蛮酷的嘛 蛮酷的 蛮酷的 对啊就是跟其他同年纪的阿嬷比的话 她的活力就是差蛮多的 虽然大家都觉得她有时候很爱生气 可是她真的是一个很在乎她所有家人的人 她会去记得很多小细节 而且她又很爱跟孙子跟小孩互动 我几乎每个礼拜五都会接到她的电话 她如果知道说我那个礼拜会回台中 她都会在我回程的时候又再打一通说 啊你到家了没 就会关心我路上有没有安全 我觉得她真的是很爱 就很关心每一个小孩子的一个很好的阿嬷 厌室骂 就想一想一走的 出来晚就性情比较好啊 阿嬷每天对这个 我为什么这么惨 厌室骂 他开始了 他定时了 他如果没有定时抱怨一下 厌室一下 压起来一下 他就不是阿嬷了 阿嬷就先抱怨 阿嬷就先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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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就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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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你刚刚在干嘛 你刚刚是什么 80年代的不管是什么 凝凝而死 不墨而生 的这种人 他一定会很勇敢地表达他的想法 这样子 然后他也是很倔强 可是我觉得他心里面就是用他的方式 在爱着我们每一个人 你长进了不少 阿嬷很欣赏你 哈哈哈 真的很有智慧 怎么会突然间讲这个 音乐观看次数变多吗 不是不是 次数变多没关系 你很冷静 看事情 不要骄傲 我的孙子每个人都很优秀 男生香吗 不香 小鲜肉不一样的啦 小鲜肉不一样的啦 不一样 你外公以后 我就不想再装自己 哦 阿嬷穿起来 阿嬷穿起来 我觉得我没有人再配一个 比你外公好的 哦 哦 他真的很帅 我跟你讲 你以为你的帅是从哪里来的 我的帅是阿公来的 你外公遺传的呢 啊不是你啊 你没有 我没有 我讲得比较丑一点 哈哈哈 阿嬷跟你讲的生前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你不要顶回来喔 就那天 我们最后一次是在那个 圣诞节交换礼物的时候 快啦 大家当做快快点 不要去坐车买乎啦 快快啦 他叫我要认真一点 我超难过的 我不知道他今天会走这么快 我最后一句跟他讲的话说 是 阿嬷你欠我五百万 真的没有便利啦 大逆不到 好 真的超懊劳 超苦恼的 觉得我真的很不笑 我真的很不应该 他投票前一天 他说 谢谢你 谢谢你 诊所那几天很多人确诊 我一直就觉得心里很不安 我自己心里有一些感觉啦 我要把他被抗生素 因为我是药师 所以我觉得在他状况下是 越早开始服用药物 对他来讲是很好 因为他的非功能 几乎只剩一般人的三分之二或者是不到 很怕他去投票又感染 所以在他投票前一天 9点多我觉得我再打一次 那个电话应该是 我们家最后一个跟他讲话的人 他就跟我讲说 他那个礼拜比较没有力 我说那叫你明天要投票吗 他说 一点爱来啊 因为我知道他的个性 所以我也不再说什么 但是我说 你这个状况还是先投药 于是他就跟我讲好 所以他最后跟我讲说 谢谢是因为他要去吃 我不给他废的药 我也很庆幸在他要走的前一两个月 他都有机会来台中 然后我有腾出时间来陪他 他那时候好像是打电话给我 就说他下礼拜私要回来台中 然后问我说在不在 找我或什么 就说可以啊 才没想过他最后一句话 对 真的很尴尬 那时候我们有一点点 小不开心 小吵架 他就很爱乱批评 特别是 他就会说什么 啊你那个现在怎么样 然后我就觉得 有点生气 口气比较不好 应该也没有讲什么 特别过分的话 只是他应该有感觉到我不太开心 对 就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也觉得 有点难过 嗯 因为他最喜欢在 每一个 礼拜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打电话给我 大部分都是中午的时候 我在休息的时候 是骂谁谁谁 或是骂谁谁谁的 什么对象啊 之类的这样子 又在不爽谁 婚姊男配偶 是不是要经过许家人这一关 应该是不用啦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有他们的主见了啦 阿脉妳劫 erstmal不吭 touched imm humanity 阿脉妳在下 噢不好 eigentlich приб interest 对 telling it 就很像一个白噪音 带给我一个 知道他的存在对我来说 是一种安慰 嗯 骂完之后 他可能就会说 啊你吃肉耶 然后说哦 我来吃 然后他就说 好 就叫我多吃啊 多休息啊 这样 所以就是就这样 然后就拜拜 对 就是礼拜十一次 是我們最後一次講電話 兩天後就 對 那那個時候她是打給我姊姊 所以我也是把電話接過來聽 跟她聊一下 後來聊聊之後我就說 好啦 那阿嬤妳還是要多吃飯 最後一句話我就說 阿嬤那我們就禮拜五見 原本要拍葉佩蘭 原本就講好說禮拜五要見面 她要來台北 而且她很開心 就說好好好 就是她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六日會一起過 那就是最後一次 跟妳們在一起就很滿足啦 所以妳老媽說這樣有什麼吵啦 我說我也不喜歡離開妳們啦 阿可是老天爺要最好回去 我們沒辦法啊 生理要 快去抱抱妳愛的人 跟愛妳的人 也謝謝阿嬤 我們來勢必見